我从没想过有一天 我会后悔 见了这么多的流浪猫 大家还记得小警长妈屋吗 它是我去年11月捡到的小猫 刚回家隔离的时候特别亲我 它会睡在我怀里 甚至舔我的脸颊和嘴唇 但没想到 隔离结束 把它放在外面和其他猫一块生活了之后 它就突然性情大变 不仅特别爱跟其他猫打架 甚至有一次我亲它还要伤了我 我当时还开玩笑的埋怨它 可真是装模作样五分钟 荣华富贵十五年 直到前段时间 它突然出现了尿血的症状 去医院检查了才知道 这是长期处在压迫和硬积环境下 导致的尿病 医生说还好我们发现得早 如果严重了 有可能会导致肾衰竭甚至死亡 这时候我才意识到 它性情大变的真正原因 我沾沾自喜地以为是自己拯救了它 给了它紧郁郁时的生活 却忽略了小猫一直以来 都默默承受着多大的环境和心理压力 生病之后 我就又尝试着把麻屋单独养在房间里 它真的立刻又变回了最初的那个麻屋 乖乖地睡在我的怀里 边打呼噜边舔尸我的额头 这一刻 我真的自责到了极点 后来我就每天陪它玩耍 陪它睡觉 仅遵遗嘱按时围养 病情真的很快就得到了改善 这次的治疗周期很长 化验超身 住院观察 吃药敷查等等 前前后后花了好几千 但还好我之前买了支付宝宠物保险 每次看病都能报销机制 而且现在新升级叫宠物医保 免费体验的这档保额也提高到了两万 没有起赔线 开药花十几块钱都能赔 跟我一样买了老板的家长 也不用着急 我咨询了客服 后续他们会开放老科生计通道的 随着猫咪年龄越来越大 这不管对于养丑人还是猫咪来说 都是一份牢靠的保障 经历了这次的事情 我真的不知道以后还该不该继续捡猫了 对于小流浪来说 我给了他们生的机会 但对于家里的小猫来说 他们原本安定的生活又要被扰乱 现在的我真的没有办法去平衡 想象挺难过的 我可能再也做不回从前那个 已遇到年人小流浪 就有勇气 毫不犹豫带他回家的人了